KAMM350怎么打印文件呢 我们要打印一个外形 比方说好 我先把多余的删了 双击 阿尔是刷新 阿尔是刷新啊 阿尔刷新 放大数小 我把多余的删了 二的1d w w i i是返选啊 好 阿尔是返选XX是显示光标啊X好 我返选并使用光标来返选 框到版外的 你看 右键 确定好了 单了 双击右键取消 我只打印这一个图啊 就打印这个 就打印这个图啊 集中一下 home 键集中 home 键集中 如何打印呢 out f p p 一out f p p out f p p 一 直打开 直打开 须打印 的层 直打开须打印的层 二 out f p p out f p p 点居中 点居中 点下居中 点下居中 然后这里 设置打印机 设置打印机 当然我这里 是打印的 设置的 pdf pdf也可以打印出那个 pdf文档啊 在这里设置打印机 这里 这个位置 点一下 如果你有机界打印机的话 就是现实的打印机 在这里点一下就行了啊 ok 选中 然后点打印 打印 那我打印到pdf文档当中去了 保存 保存在哪里啊 我保存在桌面吧 好 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 那是 pdf是一种安全性比较高的混档 别人没办法盗版的 他不能复制吗 那这是我打印出来的一个图档 外形图 成形图 就是out f p p就可以打印了